三个中产党 今天又几个中产党去了美国 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他不在的时候 我认为三个人比较逼劫 两个人讲刚好的题目 这就是和我们的节目有关 什么叫中产党 既然我们叫三个中产党 首先要讲一下 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的来由 首先我觉得 既然这个节目叫三个中产党 你不去探讨中产身份的认同 就不太配合这个节目的方向 起码名符其实三个中产党都讲什么叫中产 第二个当然 就是因为 网友持续 其实都不是这一段时间 其实由这个节目开始到现在 都是不停地去挑战这个问题 你这几个人 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中产 留意一下 他不是说你有没有资格代表中产 如果你问我有没有资格代表中产 我又真的不敢说 因为我的想法和中产是不同的 但是你说你有没有资格做中产 这个我就觉得就真的很值得去讨论 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有钱得及穷得及 其实有两个可能 要是说我们有钱得及 你这么有钱 你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中产 但是基于丑陋的香港人 他们不会这样想 他们说得出这句说话 一定是踩你 你这么有钱有什么资格 你什么在于尊降跪 不会这样想 他一定是觉得你们这样的身家 是没有资格做中产 首先当然 我要在周彦大师说之前 先说一下我自己 因为我做这个节目 为了要去嘲笑也好 反驳一些网友 或者我自白也好 我其实就不太喜欢 叫自己做中产 这个节目 起初Kelvin想了 这个节目名叫三个中产党 我才勉为其难 我将自己称呼做中产 为什么我不叫自己做中产 不是我没有资格做中产 事实上我是绝对够资格中产 但是我不想以中产作为自居 是因为 我觉得我比较贴近中下阶层的想法 或者我很似于和香港的主流中产为伍 为什么呢 我稍后讲讲香港中产通常有什么特性 但是你问我有没有资格做中产 我当然就不介意 周彦大师当然他的身家收入可能是秘密 我是绝对不介意公开给大家知道 我现在的家庭收入 就年薪超过100万 当然我没有年薪超过100万 但是整个家就超过100万 你家里没有很多人 是的 我家里没有很多人 然后我有两层楼 有一层公园 我住在1000呎 我现在有超过200万的流动资金 如果我这样也不叫中产 没关系的 我可以告诉你 我就算如何谦卑也好 我现在是全香港家庭月入头10%的人 在我心目中中产什么是中产 中产应该是香港的中产 如果在香港头10%收入的家庭都不叫中产 我就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中产 我可以简单告诉大家 在日本 即是八九十年代 他们什么叫中产 他们有八成人 是自称中产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一亿种中流的时代 一亿种中流是什么 日本人口当时就是一亿人口 就是一亿个日本人 自称自己的中产 当然现在就踏入M型社会 中产开始消亡 但是怎样消亡 如果一个阶级 即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 他可以是全香港月入头10%的家庭都不算的话 你就真的告诉我 怎样叫中产 有些人就说 那些网友说 你没有五千万身家 你都不要说自己是中产 周显你回答一下这个 好 首先我讲一讲 这个节目 本应类似 中产党常委会议 之类的 所以这个名字就比较好一点 但是后来因为 我原本想叫批斗中产 类似的 但是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变成为中产党的其中一个 问题就是 因为其实最重要是 大家都很害怕一些政治问题 所以就不可以太过 搞来搞来就给了三个中产党 我们一向都没什么所谓 就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算不算中产 因为那个人说五千万 中产党的确是不太多钱的 我认识有个朋友 也拿着十几百一楼收租 他都觉得自己是中产 我 就是 钟sir 他是做了很久很久的传媒人 都拿着十几百一楼 我们的中产都是过普通的生活 所以我看我来说 我不知道你那天是中产 他说五千万 那个眼界都很低 我就觉得我是窮人 不过我只要告诉你 我身边有很多人 我接近是最窮的人 我身边 但是我们出入 这些绝行都是最好的 我就不知道算不算 我们归纳番 我们从来都很认同 什么叫中产呢 为什么会有中产的争论呢 就是因为我记得曾几何时 有些家庭 他觉得他自己家庭月入两三万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中产家庭 于是就立即给一些网民了 两三万你就叫做中产 两三万人工 你两夫妻除了 可能每人一万多元而已 你现在香港有什么资格叫中产 于是就会有一个中产的争议 跟着当然就去到曾净华说 就说你要看法国电影 喝咖啡才叫做中产 这些是最窮的文青 最喜欢 去Starbucks 喝咖啡就去演艺中心 即是这个艺术电影中心 发觉电影就是最窮的那些会做的 然后那些人亦都开始拿 曾净华月薪三十万 即是年薪三百多万 作为一个中产的标准 我想我和周显 甚至我和肖先生 我们都很认同 什么叫中产呢 很简单 就是你自己觉得中产就是中产 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对有些人 自认中产的反感呢 因为我们觉得在今时今日一个很压迫的 生活成本很高 住屋成本很高的社会里面 你没有回到一定的身家 你没有资格叫自己进查 我觉得这样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钱收入 还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你资格 一方面就是你的收入 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 就是假设你全部收入的话 我过一个一年 一个人在香港 不要签码 你没有得三两亿 你都很难 是 如果用我们理想中的中产生活 这个不是理想中产生活 不是理想的生活 起码也要有一辆车 起码也要有一两个飞容 住一间一千尺的房子 一年去三两次欧洲旅行 有你的子女全部都读国际学校 你一个月 你先交十万八万保险 这样说 如果你想过这样的生活 基本上一个月三十多万 都是紧紧的生活 紧紧的设计 我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没有那么十分 但这个是我明白 有一个时代的冲击 就是在八九十年代 你要过一个中产生活 其实是很容易的 又不是很容易 但比较容易 是的 以前我们就说这个叫梯形社会 大多数人你要拥有一辆车 你要住一间不小的房子 你要子女过一些好的生活 其实不难 但现在你首先第一样想 你不要说有钱人 你就算是窮人 你现在那些年轻人都要上一两个兴趣班 有辆车 现在的问题是车位贵到 可以二百万一个车位 以前是几万一个车位 现在是可以超过一百万一个车位 以前你要住一间五六百尺的屋 和现在住一间五六百尺的屋 距离是相争太远的 我计算一条数 你如果在东产上浅手 不要说整丝机这种东西 这些是很基本的 你请了两个崩妹 一个月你取了人工 你连包食 包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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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你把一千到一匹 你走不掉 你去供楼 你供楼供了十匹 如果你只是租的话 你都要供七匹 六七匹 你都走不掉 你住家一千尺 起码都要四五万做的 你车位要两个 因为你车位要两个 你开车的位置 不开车的位置 接着之后 你每个儿子都读书 你没有两鸡你够不掉 你养一件 你没有两三鸡你够不掉 没有两三鸡够不掉 然后呢 老公出到来 一个月洗衣服不多 老婆一月洗衣服不多 他要被家用呢 家用是无底心痰 很省的 每个儿洗几皮很省的 你一年旅行 一年旅行 一次旅行洗十匹八匹 很平常 例如一家人四口之类 你生日病 起庆宴会 阿爺阿玛 增加三十万 我可以说 是花了一毫子都没有 如果你要过一个正常生活 曾蔭权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就是想过中产生活都不够 搞到现在就要坐牢 曾蔭权也是第二个基础 我们回到两个基础 第一个就是 我们以前要达成这种生活条件 收入比现在的需要是小很多 最主要可能就是住屋方面的成本贵了很多 还有汽车 有很多 汽车有关系 因为汽车的问题是这样 因为整个政府觉得 或者全部人 不是让汽车变成一个 普通中产家 所以应该是一个富豪阶级才能拥有 但是我又不反对这件事 譬如我们好朋友 温水 他就没有车了 那你会不会说 温水不是中产呢 温水当然是中产的 温水如果这样的定义是唐人 他也是唐人 他也是唐人 他有几千万星 几千万星当然是唐人 所以我就要说一件事就是 你不能调整这个时代变迁的现实 你还是很向往 我以前就是 等于日本也是这样 我想告诉大家 日本如何界定社会阶级 他会觉得你属于不同的收入 你应该要駕駛不同的车 你要喝不同的红酒 你要穿不同的西装 你才会符合阶级 如果你去到某一个职位 你不穿 你不駕駛 你不喝 符合你身份的车红酒和西装 你会觉得你是一个不合群的人 你会被排擠 但是今时今日 没有人会再这样的事情 日本有很多人是不再买车 因为他觉得 我没有再需要买这些 浪费这些金钱 去证实自己的身份 如果我们香港还停留在上一个世纪 我现在就讲了很多这些网友 就觉得我们一定要符合上个世代的生活 我们才叫中产 我觉得香港的中产是绝肿的 你说要有五六千万都叫一个穷人 五六千万都没有资格叫中产 你香港有多少人 就是这么说 香港就有几个%人叫中产 我们心目中 我讲社会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都不要说社会是什么 我们的共同意是什么 全香港最有钱的几个%的人 我们应该叫他什么 我们应该叫他上流阶层 现在你把上流阶层的界定 变成了一个中产的界定 那这个是什么身份错误 我觉得中产有几个定义 第一个就是一个纯属档格定义 总之就是中产 第二个定义就是你的Living Standard 由于香港的Living Standard 是在压缩着 所以我们那些人都说 你有十一百亿 你都过了一个普通的生活 因为有很多事情压缩了 问题就是Living Standard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心理上 假设如果你 你心理上我觉得你觉得自己不是 我觉得没问题 你挑战别人那一刻就好笑 这些就是一些很香 很丑陋的香港 我说不到 我觉得我不是不要紧要 最重要你不是 我觉得整个讨论 虽然现在过时 我想说一说 中产叫什么叫巴币 为什么我不想认我自己是中产 因为中产这一件事 你在香港真的不轻香 你说我是有钱人 我觉得都算是有些社会地位 你在香港就有一个中产 那你会觉得你走出来威胁一些吗 没有人这样觉得 而你竟然妒忌 有些人是身处这个阶层 我心里很讽刺 没有人会觉得 在香港是一个很幸福的事 为什么会有人会觉得是这样 我说一件事 最后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 有些人会觉得 我是都很中产的 就是有一个有钱佬 就是这些老板阶级 他就说 那个记者仔是怎样 其实那个记者仔 都是一年养三百万个中产 那个经记者都是一年养几百万 就是老板心目中 他有几百亿身家 他有几百亿身家 你用几百万一年 还有几十万一年 对他来说有什么分别呢 在他心目中 你们全部都是中产 这个当然是一个角度 但是这个就是上而下 我应该说下而上的角度 你没有几亿身家 你叫什么自己是中产 你没有几百万年生 叫什么中产 就是两个都是一个 你不在那个阶层 而去产生的一种错误的误解 或者是幻想 那当然了 最后也都想说 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恥意 为香港的中产这个身份认同呢 就是香港通常我们所谓中产 有什么特征呢 就是掛着赚钱 不关心社会 又或者 他对于赚钱 和他自己利益相关的 会很聰明 但是对于 跟他利益和赚钱相关无关的东西 就会很无知 常常以为捐了少少钱 有出来游行 就叫做为了这个社会贡献了很多 然后经常都指这样那样 又看不起这些穷人 又说这些人不出色 就是我真的很讨厌 这个阶层的那种共通点 就是如果你要我去代表他们 我真的没有资格 而成为他们 不是这个节目 我都不想自认这个阶层 OK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 你不耗 我都不想自行 黑 situación 这个阶层的朋友 你不说